好,外面大学的同学们你们好 上一节我们讲了N节行列式的定义 我们知道用定义来计算行列式显然是不可算的 除非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零比较多的时候 那对于其他情况呢 我们一般用行列式的性质来计算行列式 行列式有很多非常好的性质 这一节我们就把行列式的主要性质给大家罗列一下 首先呢我们讲一个概念 这个叫转制 这是从英文翻译到中文里面词语翻译的非常好一个 它的英文名字叫 transposition 大家经常看到trans 实际上就是变换的意思 transformer position 位置 转变 位置 转制 翻译的非常好 而且很自然 我们一直用这个词 那转制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实际上是指的是把行和列 把一个行列式的行和列倒一个个儿换一下 就具体的写一下 好 表示了我写出这样一个简直的行列式它的转制我一般用d加一个t来表示d表示就是transposition这个t但是你也可以用d撇一撇来表示但是用t更多一点它指的是把行和列到一个个儿换一下 实陆 Rabb 绝对岸各 直接写出来 写出了 中文字 当然对角线是不变的 其他这些都是方位 航和列方位 这样就是一个转置 转置实际上就是把下标 这个I和G换了一下 变成了J和I 所以用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第一原来等于AIJ 转了以后变成AJI 航和列换了一下 原来的航标变成列标 原来的列标变成航标 但是数还是这些数 我们的第一条性质 就是关于转置 第一条性质说 转置以后不改变行业式 就是DT 等于D 这个首先很容易想象 它们的像肯定是一样的 因为你不管怎么转 原来的不同航不同列的 现在还是不同航不同列 所以它们的像肯定是一样的 关键是转完以后 就符号变不变呢 好 我们来证明一下 关键是看一下符号 因为像还是一样的 第一呢 它的像 我们定义写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这现在应该熟练的能写出 阿里士的定义了 先把航标排好 然后列转的拟序 这里取所有的排列 求和 这就是D 那TT呢 TT里面显然也有这一项 因为它 就是曲子不同航不同列 当然也是曲子不同列 不同航的 所以它也有这一项 但是它的符号不一样了 它的符号变了 它行和列 这样换了一个个 比如说这个A1J1 在DT里面 实际上它是属于 第一列的 第一列的 你自己说它的航标 不一定没有排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 韩律师的第二种定义 实际上就是 航标 它的 你去除跟列标的 你去除在这里 就于这里 航标的你去除是 这一 这 加上 列标的你去除 列标 列标已经排好了 1 2 这两个呢 符号显然是一样 就是说明了 这两个像 它的同像 它里面有个像 它里面也有 而且符号一样 所以D和DT 展开以后 是完全一样 这是第一条性质 转置 不改变航标 航标 航标 转置以后 跟转置以前 是相等的 好 我们的第二条性质呢 涉及到航标 是交换两航 或者两列 有了第一条性质 我们知道 航和列是等价的 你把它转了以后 原来的航和原来的列 变成了列 原来的列变成了航 所以航的性质 对于列来说肯定满足 以后你碰到航的性质 对列肯定满足 为什么 你就要把航和列做一个转置 反正不改变 然后再对列做变化 对航做变化是一样的 所以航的性质 都适用于列 同样列的性质 也适用于航 所以以后我在写性质的时候 有了第一条 我以后都写 航和列 交换 航 这里对列肯定也是成立的 暂时还是后面加过号写一个列 交换列也是一样 交换行 交换列都是一样 这时候改变航列是等符号 还是交换行 交换列以后 改变符号 好 我还是写一个行列室 简写一下 只写第一行和第二 把它寄成D 然后把第一行和第二行交换一下 把它寄成第二 其他的都不动 其他的都一样 这两个行列室 就是第一行和第二行 做了一个对话 我们说第二 等于负D 是原来D的 相反数 交换两行 改变符号 好 我们来证明一下 为什么第二 是等于负D的 还是一样 我们先把D写出来 D的定义 那第二呢 它的D行和D二行换了一个 A21A11是对调 所以它的形式里面 其他不行 负1的 它的一般向 它也有这一向 肯定有这一向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一向 应该是什么符号 注意 A1Z1在第二里面 属于第二行 所以它的行标 应该是2 而后面这个A2Z2呢 它的行标 反而应该是1 所以这时候 你应该用行列室 在第二个定义 就是 行标没有排好 应该是N213 其他肯定 你知道 这是行标 它的行标是2 它的行标是1 但列表没有影响 因为我只是对换了行 列表没有影响 列表还是G1到G1 大家看这两个 后面这些数都是文的一样 但是符号呢 这是NG1到G1 这是NG1到G1 那前面多了一个G 这个是多少 这个实际是一个鸡排列 你可以算一下 这个你去主应该是2后面只有一个就是1 相当于把它加了1 在这里面就相当于成了一个-1 所以1,2,2,1,2,1 这个符号正好跟这个符号 差一个1 差一个正负 好,交换两行 改变行列室的法 如果是交换两列 也是一样 也改变行列室的法 因为行和列室一样的 大不了你把它先转置一下 然后把列的交换变成了行的交换 好,这是行列室的性质2 待会我们再讲一下性质3 好,同学们好,我们继续 刚才我们讲了性质1和性质2 性质1指的是转置不改变行列室 性质2是说交换两行或者两列以后 我们继承第二 等于负地改变符号 注意这里是做一次交换 交换两行或者两列 性质2呢 有一个推论可以再来一个推论 如果一个行列室有两行相同 当然,或者说两列相同也可以 两列同 一个行列室,两列同则这个行列是等于零 这个推论不难想象 大家想一下 如果一个行列室有两行相同 或者两列相同 你就说两行嘛 这有两行相同 那我把这个行列室的这两行相同的一下交换一下 显然跟原来行列室没有变 因为这两行一样 你交换不交换 不改变行列室 所以交换这两行 实际上行列室应该不变 还是地 但是按照我们这个性质2呢 交换两行应该是变成原来的相反数 变成负地 就是说地等于负地 它既要变又要不变 那只能是地等于零 就这个行列室是等于零 这个推论很容易推荐出来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行列室的第三条性 第三条性是说行列室 它可以按照一行相加 我说的行列当然也成立了 一行或者离列 在一行上 我可以把行列室加起来 比如 就在第一行吧 我把第一行写成 第一 加次一 第二 它的每一个元素呢 都是两个数相加 其他的 其他行 还是K21 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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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行列室 我说它可以按照一行相加 其他就是可以把第一行相加变成两个行列室相加 它可以写成这样两个行列室的加法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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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B1 B1 A21 A21 这两个不变 省略 加上另一个行业式 就是第一行变成C 其他不变 现在就是把第一行拆分开了 变成了两个行业式相加 它可以按照一行拆分开 只能是一行的时候 或者是一列的时候 当然不一定是第一行 可以是第二行 这里取了一个第一行的例子 把这两个加号 可以拆成两个行业式相加 好 我证明一下静止算 这个行业式还记成D D4吧 这一个我记成D41 D42 分别把它们 还是用定义来证明 把它们的定义写出来 D呢 符号没变 注意它的项 第一项 A1 A1 G1 实际上是B1 G1 加C1 G1 B1 G1 C1 G1 这样 其他的部分 A2 G2 A1 G1 这是他的 展开式 一样子 实际上显然这一项 可以把它分开 因为这是一个 不样式 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 关于B的 第二部分呢 是关于C的 拆分成这两项 而这一项呢 这一项显然就是 D41 它展开以后的样子 等于D41 对吧 第二项呢 就这边的D42 它展开以后的样子 这样根据定义我们就直接证明了新制三 它干上一行 是可以相加的 好 新制三其实也可以有一个推论 就是我可以把 这个两个相加的情况 对往到多个相加也是可以的 如果D行有B加C 后面还有一个小D 那可以把它切成三个行列式相加 这个推论 就是很显然 它可以直接用这个推论 留出来 好 看一下新制四 新制四是行业式的一个非常好的性质 它可以按照一行 一列 提供应子 不是相加 刚才是相加的提供应子 你说如果行业式的某一行 有供应子 你可以把它提到行业式之外 几个例子 我们假设这里有个第2行 它可以提出一个公文字 K K A I 其他都不便 这样一个行业式 这样一个行业式我把它继承 第4吧 性质3 性质3 哇 这里应该用第4 应该用第3吧 刚才用第3 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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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记成第4 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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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个样子 根据这个性质 它一直知道 我可以把这个K 提出来 提完以后剩下这个就是 那么还是D 就是性质4 性质4的证明呢 给你定义也很简单 我可以直接把它的 展开式写出来 这1 这1 唯一唯一注意的时候写项的时候 第一个AEG也没有关系 ARJ也没有关系 一直到 AIGI的时候 比较注意有个K K质的 AI J 其他的都一样 它这个K 显然在每一项里面都可以提到 求和号前面 这里是N 后面是AEG AE AEG 而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D 所以第4 就讲于KD 所以性质4可以告诉我们 某一行 有一个供应词可以把它直接提到行外 好 我们待会儿讲一下性质4的两个推论 好 同学们好 刚才我们讲的性质4 说如果有一行或者有一列的供应词 可以把这个供应词K 提出来 由性质4呢 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非常好的推论 如果有一个行列是它有一行或者有一列都是零 那么这个行列是等于零 这个很显然 因为有一行或者一列有没有零 我可以把这个零作为供应词提到行列室外面 就是零乘以一个数 行列室一个数 当然是等于零 第二天 第二天说如果有一个行列是D 它有两行 或者两列 成比例 这个行列是等于零 什么叫成比一呢 这两行 之间可以用一个数相乘得到 比如 再一个例子 123246134 这个第一行和第二行就成比例 因为第一行可以乘一个数得到第二行 或者如果第二行可以乘一个数得到第一行 也是一样 它显然第一行乘以二得到第二行 这样的行列室就是说两行成比例 这样的行列室是等于零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 其实也不难想 我们可以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乘的数 那么这个比例提到行列室以外 比如可以把这个二 提到行列室外面 然后这一行就变成了123 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有两行相同的行列室 我们刚才性质二的推论说 有两行相同的行列室是为零的 所以这个行列室是等于零的 这就比刚才那个有两行相同更近了一步 两行相同等于零 两行称比例也等于零 因为这个比例系数 可以提到行列室以外 就是性质四的两个推论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行列室的性质 就是行列室最重要的一条性质 也是以后我们最经常使用的一条性质 性质不是说如果我把一行 或者一列的一个倍数加到另一行 那么行列室不变 把一行或者一列的倍数加到另一行 得到一个好像是跟原来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 我写第一行和第二行是D 那第五是什么呢 就是把一行的一个倍数加到另一行 我假设把第二行的k倍加到第一行 那就是每个元素A1加上一个k倍的A2 A12加上k倍的A2 那其他的行不动 这就是把一行的一个倍数 把他的k倍加到了另一行 我们说这个D5跟D是相等的 好我们来证明一下性质 还是用定义也可以 但是有一种更好方法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种 有加号 一行有加号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check 所以第五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写成 两个行列式的和 就是按照第一行把它check 或者按照第一行向架 A1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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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号 前面的这些作为一个行列式的一行 第一个行列式 第二个呢就是加号后面的k倍的 A12 K倍的 A32 Cambled 上面这个行列式 想让就是我们的B 下面这个行列式 发现他第一行第三行是乘比例的 差一个比例系数k 我们刚才推论已经说了 如果有两行或者两列乘比例 那么它等于0 所以这个行列是等于0的 这样就证明了 把一行或者一列的一个倍数 加到0一行或者另一列 行列甚至不变 这个性质对于计算的行列是特别有用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但是别的性质有用 我们举一个例子看一下 假设要计算这样一个行列 当然你可以按照定义 等我画现的方式来计算 有六项 但是如果用性质 或者你眼尖的话 你也能看出来 第一列二三负 和第二列四六负十 差一个比例系组 可以上个队直接说 它等于0 用两列 乘比例 假设我现在改一下 把这个二带成一 至少好像是没有两列或者两行称比例了 那这个怎么计算呢 我们可以用到刚才的性质物 我可以通过把一行的一个倍数 或者一列一个倍数加到另一行 来造一些0出来 0多了 我们当然行列是好算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画成我们前面已经熟悉的那种 上下三角的形式 比如如果能画成一个三角形的 就好了 上三角形的 比如什么叫上三角形 就是把对角线下方这三个数 把这三个数能变成0 就好 把这个3能不能变成0呢 前后可以把第一行的一个倍数 负3倍加到第二行就可以把这个3变成0 突然把第一行的负 第一行的5倍加到第三行可以把这个负5变成0 好 因为我刚才的小行码可以算一下 把它第一行乘以一个负3 把它加到第二行就有写法 乘以一个负3 加到第二行就把这个3切成0 然后把它乘以5加到第三行就可以把这个负变成0 这样就得到两个0 然后后面再尽量把这个再变成0 我们一部分 第一行的负3倍加到第二行 第一行不动 1 4 1 第二行乘以负3加2是0 负12 调6 5 6 负3 第三行是把它乘以5加到第三行 0 4 5 20 10 乘以5 9 这里边就有这么多0了 现在如果能把这个10这个位置也变成0 那它就变成一个上三点就可以直接算 那方法 显然我可以把它乘以第二行乘以6分之10 加到第三行 或者在这里我可以把这个6先提出来 把这个6先放在这 这个就变成了负1 那相当于把这一行乘以10 再到第三行 这样就变成了 一行不动 1 4 1 第二行 0 负1 0 注意不要忘了前面的6 第三行 它乘以10加到第三行 0 0 后面这个9不变 因为0乘以10就加上9还是9 这样就变成一个上三角 就直接把对角线上相乘就可以了 1乘以1乘以9 -9 再乘以6 等于-54 这样计算就比你直接用画线的方式来算 要简单 很 简单 1 2 3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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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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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